今年的美国开放报告给我们展示了各个国家的同学他在美国都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们就来对比一下中国来美国留学生和印度学生他们学的专业 我来总结一下 首先最让人关注的这一类就是数学计算机 数学计算机在开放报告里算成一类 中国学生里面有23.2%的学生学数学计算机 印度学生里面有41.2% 几乎是中国学生的两倍 工程方面中国学生有17% 印度学生有27%学工程 所以这两项里外里加起来 中国学生有40%是学数学计算机工程 印度学生是有68% 所以是有五分之二的中国学生学的数学工程计算机 而有三分之二的印度学生是学的这三个专业 好那艺术方面 中国学生5.8%学的印术 而印度学生只有1.6% 中国学生是印度学生的三倍还多 社科方面 中国有11%学的是社科 印度学生只有2.5% 生命科学方面 中国学生有9.8% 印度学生有5.6% 商科中国学生有13.4% 印度学生有11.8% 教育方面就是我们搞教育的 中国学生有2%是学的教育 而印度学生只有0.3%是学教育 所以中国学生的比例是印度学生的七倍 健康方面 中国学生是1.5% 印度学生是3% 人文方面 中国学生是1.2% 印度学生是0.4% 所以你从这些对比来讲 印度学生学数学计算机工程 比中国学生要多个50%都要多 而在这些艺术 社科 教育 人文的方面 都是中国学生的比例的 1.3% 或者1.4% 甚至是1.6% 所以印度的学生来美国读书 他就直奔数学计算机工程 这几个好找工作的项目 虽然生命科学 也在美国相对比较好找工作 但是还是不如那三门 所以印度学生的目标性是很强的 那么相对来讲 咱们中国学生 可能更注重个人的兴趣 更注重选择 更注重发展 因为咱们中国学生来美国 都是自费的 不是借钱来读书的 也不是贷款来读书的 所以就还是看孩子发展兴趣 或者是喜欢戏剧 或者是文科 或者喜欢教育 喜欢历史 我们来发展自己 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好 没有什么不好 只不过在这里面 它有一个目的性是不是强的一个问题 好 那开放报告里面 中一学生 学的什么科目的这个对比 可能也能给我们一些同学家长 尤其是想来读硕士 或者准备要读二硕 或者准备要转行的 这样的同学和家庭 会有所帮助和启发 好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 可能也对你的同学朋友 室友和家人有所帮助 可以分享给他们 可能你的一次分享 就能改变他们的留学历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